《未来科技》 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 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 让科技产业盛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产学营运处合作直播 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以及脸书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节目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罗光敏 那今天的节目呢 接续上礼拜我们风电的主题 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 风电的供应链 那因为上礼拜我实在太紧张了 所以节目回去以后 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 你上礼拜在讲什么 我都听不懂 你这说什么都听都没人 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花个五分钟的时间 来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风力发电 那一样我前面的这个 我儿子的小道具又再次出场了 所谓的风力发电 它其实跟我们的电风扇是一样的 各位我们家里都有电风扇 你电风在吹的时候你怎么吹 你要先插电嘛对不对 你把电吹下去 电的它的电风里面有一个摩托 那摩托它就让你牙子开始砰 这样就是电风 它风就吹出来了 那风力发电呢 它是什么管理 它刚刚好倒门 风吹起来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台发电机 所以你牙子在转的时候 发电机它就会发电 发电以后 那个电我们把它收起来 把它散开我们的暗闪 这就是我们的风力发电 所以这个牙子 它越大了 它发出的电就越多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星期 我们的工教师有跟我们说 风力发电机有几米大约 几米大约 它在说的就是 就是它发出来的电量 好 所以这就是风力发电的原理 所以今天先跟大家说风力发电 接下来我们上星期 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上午听 你可能会记得一件事 我们的工教师 我们台台的工教师 给我们介绍说 我们现在台湾的电 台电发电的电 一度两块半 结果我们现在 把我们这些风电的厂商买的电 一度要五块半 结出来这三块 为什么我们白白要用炭 其实是这样 这三块的结出来这三块 其实我们政府在给它签合约 签合约的时候 我们就有给它签一个合约 就是说 你如果要去台湾发电 要不要外 你就要用台湾的 上乡的産品 的原料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跟 邀请 我们有三位来宾 大家给大家介绍 我们台湾现在 因为你外国要发电 你要去台湾做风力发电 你要给台湾的买设备 买完料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完料 我们完料提供的这个过程 它有什么困难 还有什么差别的事情 所以我们收拾 我们欢迎到 我们先进华师傅财的陈凯玲 丹总经理 各位听众朋友 以及脸书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先进华师傅财陈凯玲 是 那陈总他其实非常勇敢 那他去年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他们整个公司有一个团队八个人 特地飞到德国 去学这个供应链的技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陈总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们去年这么勇敢 对 那如同刚才的罗老师所讲的 其实 我们这个离安峰店 兼具了国产化的任务 那我们先进华师傅财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就是拿到了这个订单以后 我们在预计就原本是就去年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去德国我们的合作的伙伴 BASMA在德国这个地方去做技术移转 去做一些学习跟训练 那当然就是那时候要去的时候 刚好第二波疫情 什么叫第二波疫情 我们今天可能台湾有一些本土案例产生了 但是我们那时候的疫情 每天在德国是有三万五千例 他每天三万五千例 一个月就是一百万例 他们人口是我们的三倍 可是你可以想 这个疫情有多么的严峻 但是因为这样 我们兼具了国产化的任务 而且就是为国服务的这一个任务跟使命 所以我们还是毅然决然 我跟我的同事有八位同事 总共一起到德国 在那样子严峻的状况 去接受这个技术的移转 所以陈总其实这样是非常用心 在这么严峻的环境下 还愿意去德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和隆电工的陈彦文陈幕僚长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彦文 和隆电工其实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包括目前中华电信 还有我们台电 其实都有指定要由你们来服务 那你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和隆电工目前的主要的产品是哪些 简单的讲和隆电工呢 就是提供施工服务的公司 我们没有产品 我们的产品就是人提供施工 那在风力发电这一块呢 我们就是在从电缆的延放 接续终端到测试 这些我们都可以做 那甚至是有一些客户需要一些特殊器材 我们也可以提供买卖 是了解 好那第三位呢是我们国立高中科技大学 我们海市人员训练处风电组的 图文福图组长 主持人各位现场来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离安风力发电组的组长图文福 是是组长 那其实图组长在我们学校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离安风电的一个训练场域 那是不是我们节目一开始 可以请组长听过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这样子一个场域规划 对于我们国内 对要培植这个风电人力的供应链 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 好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学校从民国五十几年 就是省力水产高雄水产学校 那因为我们自己还是训练教育为主 所以我们在我们台湾海员 就是我们的船员部分 我们一定要修市小镇 就是所谓的急救灭火 还有海上求生跟救生停滑 就是现在已经改了安全与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说 踏入离安风力化电是比较快 是因为就多了一个高空作业 所以我们这边学校这边 本来就有自己的港口 自己的码头 然后就有自己的专业老师 那我们像我们海训处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是属于海市学院 那海市学院轮机航海这边 我们有很多老师是船长 那也有轮机长 那所以在师资方面的话 就是说也专业的师资 然后再配合我们有基础的一些设备 那之前我们这些专业的一些训练的话 其实踏入这个离安风力化电真的很快 那海训处这边的话 刚好就是说前两三年进入了 我们的离安风力化电组 那我们跟我们的商船 渔船就刚好可以一条龙 可以接上去 就整个当船员 然后之后在离安风力化电 那离安风力这一块 我们都知道 到我们的GWO就是离安风场 我们要有基本安全的 这个吴小镇的训练 那说吴小镇就是第一个 当然就是急救 那第二张就是灭火 第三张就是我们高空作业 那第四张就是手动操作 第五张就是海上求生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的训练的设备是很相关 那在这个月 5月24到28 我们现在做认证就是BTT Basic Technological Training 就是基础的我们的基本训练 就是GWO 就是有关于商船证 就是Hydrolic油压 那还有就是Electronic 就是我们的电机 那再加上就是Mechanical 那这三张就是我们离安风力化电的 基本的技术的一些license的技能 对所以这个GWO的BASIC的话 它有规定就是说 就是BST BASIC Safety Training 就这五张 然后再过来就这三张基本技术的训练的话 那最维持最基本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GWO 一些认真的一些要求跟需求 那所以未来 如果有要从事海上的作业 像刚刚和隆电工 陈老师讲的 那他们的员工是不是也要受这样子的训练 是的 其实我们跟他们 Cóire是合作 真的喔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人都送到高科学 对对对 因为这边学校的话 事实上学校真的是 第一个在吉津校区 就是风情也很漂亮 离高雄整业也近 然后就是有专业的老师 然后包括这边的一些设备 一下里真的都不错 那我們從1月份到現在 就是說已經大概收訓了二三十個班 那國際班也不少 像我們現在這個禮拜 正在訓練就是我們韓國來的 就是電燃 也是一樣電燃 就是或許的承包商 那還有就是像我們現在 那個還沒有就業的 我們的未來的就是我們的年輕人 那就是我們有兩班 現在在勞動部 有推動就是我們的就業的 一些整個包裝計畫 就是讓他們有GWO的VST的證照 那現在正在收訓當中 是是是是 24個人 所以陳總未來的公司 你們是不是也要 也有需要做這樣子的訓 目前因為我們是零組件的供應商 等於是T21的供應商 就是提供FRP的板件 去給風力發電機 那所以我們並沒有去海上組裝 安裝的工作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這一些訓練 是 剛剛陳總提到一個專業名詞 FRP 我想這個聽眾朋友 應該對這個很感興趣 什麼是FRP FRP它其實中文就是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 它就是像玻璃掉地上 整塊玻璃如果掉地上 它會碎掉 但是玻璃如果把它高溫把它抽成濕 那濕 每濕的直徑 大概是頭髮直徑的 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把它整個濕變成整骨 把它變成編織布 就玻璃纖維布 跟樹脂去做結合 就會變成很強壯的FRP 就像是很多它的安全帽 很多家裡的浴缸 其實都是FRP 它是很輕的 可是具有很好的比強度跟比剛性 陳總剛才又講了很多專業名詞 他講的比強度跟比剛性 我想這個大家聽眾朋友應該會非常陌生 沒關係 我們這邊先稍微預告一下 六月份我們會有一個禮拜 要來講複合材料產業 到時候我們再邀請陳總來上我們的節目 好好的跟各位來說明 這個到底什麼叫比強度 因為這個太專業了 其實各位聽眾朋友可能比較想要了解的是說 為什麼在做這些風電的產品的時候要用FRP 我為什麼不用其他的材料 還有比較便宜嗎 還是說比較耐用 還是說有什麼樣子特別的原因 對 像風機的產品 比如說風力發電機的產品 我們從西濱剛開車過去 有很多的風力發電的機組 那裡面很直接用在複合材料 就是風力發電的葉片 跟機艙罩跟鼻嘴罩 那複合材料的好處就是 它其實是比較輕 比較輕 而且它不會生鏽 所以長期間在使用下 它所需要的後面的運微的這一塊 或者是維護保養這一塊 不需要這麼多 它比較輕的話 如果風力發電葉片 它葉片用複合材料做 它比較輕 剛剛羅老師講那個電風扇轉的時候 要風才會轉 你如果葉片太重 你要很大的風 它才會轉 才會發電 如果今天變輕的時候 它的啟動風速很小 就可以產生電力了 所以這個是讓整個風力發電機組 效率提升很大的一個關鍵 所以會因為輕以及好維護 不會生鏽的這個議題 那又很好的剛才講的強度不會壞 所以很多的東西在海上的東西 其實也很多都是用複合材料來製造 了解了解 所以其實複合材料對我們風電產業 是一個很必須的材料 OK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請教一下 核銅電工的幕僚長 就是說我們其實你剛有提到說 你們核銅電工目前是在做接燃 就是延燃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聽眾朋友可能會很好奇 就是說那這個東西我們從海面上把電接回來 那勢必會經過海底嘛 那這個電纜接過海底 因為可能海水是一個很腐蝕性的一個液體 那它會不會對這個電纜產生腐蝕 那你們在施作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這個部分 這些東西其實在施作之前 在設計過程當中全部都會被考慮進去 那說到核銅電工我覺得我應該再稍微再說明一下 因為對大家來講 電纜技術這個東西其實應該是蠻陌生的 那剛才有提到說 核銅電工的主要服務範圍是做電纜的接續 終端跟測試 還有延放這一塊 那什麼是延放呢 簡單講就是電從發電廠變電站到百姓家裡 這一段幾十公里幾百公里的過程當中 把電纜從點到點放好 這個叫做延放 那因為電纜還有器材它都是屬於非常昂貴的材料 一條電纜可能就是上百萬 那你在做延放的時候 它一定要先計算它的彎曲半徑等等的 才不會傷害到電纜裡面的一些核心的關鍵材料 那接續呢 很簡單就是把兩條電纜接在一起 這就叫做接續 所以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可能比較好想像 核融電工到底是做什麼的 所以電纜在海底漏電是不關你們的事情 對其實不關我那的事情 不過這些東西其實不太可能會發生啦 真的嗎 我們想說萬一這種電纜在海底漏電 那如果把雨電死了 我就知道你要說這個 不會嗎 真的不會發生嗎 不會啦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 真的嗎 塗塗上 因為我沒看過 真的喔 OK 因為我覺得很好奇 因為那麼大天在電纜 然後在海面下 然後它發電把電傳進來 那如果它在過程中發生 例如說被船勾到 勾斷了 那它不會有漏電的一個問題嗎 你說這個漏電的問題 它應該有一些監控的設備 應該說是 因為它輸入的那個電力不足 或相關的一些設備監控出問題 它就知道 有哪邊有出問題 就會去討論 發錢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這種問題還是要 交給專家來回答 對還是會監控 因為其實我也蠻好奇的 就是說這樣子 會不會有危險 對對對 然後它也有導電的一個裝置 對 OK 好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還是請教一下圖組長 就是說 因為目前我們國內的風力發電 已經現在其實已經開始在發展 那其實不管是先進華斯 或者是我們的核農電工 其實都是這個產業的一個 供應鏈的廠商 是是是 那在這樣子一個 在這樣子的一個氛圍下呢 就我們高雄而言 那我們目前要來投入這個產業 如果還有一些 一些 就是可以投入這個產業的廠商 他想要投入這個產業的時候 他需要做的準備 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這邊圖組長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OK我大概講一下 因為台灣就是 就是前上 上週 有說台灣我們是 有世界級的一個優良的風場 然後台灣確實是具備有發展離岸風電 發電的潛力 那世界上最好的風場裡面18個在我們台灣真的就16個 那上個禮拜也有說 因為我們中央山脈跟那個五一山之間的一些地形 那東北激風的搶進 從那個陶竹廟這邊到台中到彰化 這一塊因為我們山西郊會比較平淡 所以就發展在台中這個區域的 這區域的風場會比較 會比較多 會比較多一點 那為了推動這個再生能源的風力發電 那全力發展一些再生能源的一些 那個簽價的海陸的風機的計畫 那政府已經有開出來2025年的 我們大概要占20% 那到達我們發電大概5.5那個 Gkawa 那上禮拜也有講那個Gkawa 大概怎麼解釋 我們都延續的上禮拜來說 那風力發電大家都知道 剛剛有主持人說就是說 經由葉片然後轉動 然後傳給我們的發電機 那當然就是簡單就是 我們的Flyme的右手定則 電流磁場運動方向對不對 電流是我們要的東西嘛 那運動就是靠風力 那磁場我們家那個Armage Exitator下去就可以用 它是一個真的是一個物理的一個現象 所以它建置離岸風力發電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 剛剛主持人有說那個我們發電機的原理 它的結構 所以我們風機的零組件 還有系統的設計 組裝 還有測試驗證 跟政府的法規 這個就是共同那些協助 那就剛剛主持人也講高雄的 我們高雄而言 現在目前有什麼東西可以發展 就是我們哪一個產業 風力的產業 那現在我們又如何去 的現況是怎麼如何去進行 那我首先跟講一下我們高雄 當然就是它是重機 它是我們的重工業在這邊 那我印象中我看了很多一些報道 像我們那中國鋼鐵中鋼 它是一個重工 所以我們的水下機構這一塊 確實是一個良好的一個 我們研究開發的東西 那我們都知道離岸風力發電的 風產開發 還有風機系統 零組件 還有水下基礎 海事工程 運維 這些區塊 這些區塊 能夠穩固的在離岸風力發展 我們必須依靠 我們水下基礎 那水下基礎 它是要激在我們整個風機的重量 那必須要抗震 耐震 颱風 波浪 潮流 還有腐蝕性 那最重要要維持20年的一些運轉 我們高雄的話 因為擁有相當完整的 我們的鋼結構的一些產業供應鏈 像我們中國鋼鐵 那現在新達海基 SDMC 他們現在正過去在談 那像前一兩個月 SDMC 新達海基這邊 也有要求我們高科大這邊 做一些想要做一些 籌外一些高空的訓練 那他們的總經理 跟他們的廠長 都很 就是怎麼講 就是說他們很誠心誠意的 來把它做好 因為他們現在接到 臥序的一個案子 那當然你想想看 一開始台灣做這個 國產化 是真的很辛苦 他們也真的很拼命的在做 那真的萬事起頭難 當然有中鋼的 鋼鐵業的 或是中鋼是母公司 但是真的看著好辛苦 尤其是 當然你看風機要這麼 要能夠20年 要在水底下要做生存 這不簡單 那包括他們認證 都在就是技術的問題 這個真的需要一些實踐 還有需要一些東西 人力 還有甚至相關產業 做一些配合 那我有在想就是說 這個東西 在發展這一塊 我們的水價基礎作業 在高雄這邊來講 確實是佔優勢的 那再過來就是訓練 因為我們 我們連續上禮拜 我們的處長 那個金工的處長 我們的 他有說在我們高雄潔定區 正大陸這邊有海洋科技產業的 一個專區 他做的真的很大 而且很完整的一個detail在那邊 確實他也是一個訓練中心在那一塊 整個他有三個區域 我上禮拜都有講過了 所以這一塊確實是一個 在金工這一方面 由經濟部跟金工來主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他再過來就是我們高科大 高科大也是一樣 海源訓練的一些海源 跟我們的那個就是 離岸風力發電 就是BST BTT的部分 所以這一些在高雄 我現在目前所看的這一塊 在我們水下基礎建設這一塊 還有我們的那個封電訓練居地 包括我們的人員 就是一些安全訓練 跟基本技術訓練 我覺得在高雄這一塊 確實是目前是有在做 而且說有一些成果出來 其實剛剛組長 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其實現在國內 因為封電現在要國產化 其實我們國內的供應商 其實背負著蠻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在跟國外的封電商 簽這些合約的時候 是我們如果不會做 但是我們有能力做 你們應該要輔導我們做 透過合作的方式 那除非台灣人今天這麼寒慢 我們都不會做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這個當理由 去買國外的產品 那這個時候台灣就會上市這個市場 對 所以其實這部分 我想等一下 我們其實節目下半段 會再跟陳總經理 跟幕僚長 來針對這一塊來做探討 好 那接下來 我們是請教一下幕僚長 因為剛剛您剛剛提到說 你們有人力剛從韓國去做的一些訓練 對 那你們的人力佈局 其實合同電工目前是賣人力跟賣技術 那可是這些人力跟技術 你們總是要有一個產品做出來 那你們在封電的這個供應鏈裡面 你們可以做出什麼樣子的一個產品 例如說在風機上 還是說在陸地上 你們有什麼樣子的一個產品 簡單的介紹 我們可以施做的地方 就是在水面以上 只要踏得到陸地的 我們都可以施做 從海面上的風機 還有海上變電站 沙灘段這個轉階段 然後一直到陸域的變電站 只要能夠踩在地上的 我都可以做 那其實對於我們施工廠商來講 電纜的施工廠商來講 風力發電跟我原本本業的東西 其實落差並沒有太大 甚至可以說是更簡單的 因為在台灣的電力規格來講 其實是不管從標準 或是各種規範 其實都是全世界數一數二嚴禁的 那我們公司施做的範圍 是屬於特高壓電纜 特高壓電纜指的是 像是6萬9、16萬1、34萬5 這三種規格的電纜 這是什麼樣子的單位啊 這是什麼樣子的單位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現在在風機這邊施做的電纜 只有6萬6 其實是小於我平常施做的最小規格 所以在技術方面呢 其實我們並不會太擔心 那當然啦 品牌的不同一定會有一些工序上的落差 需要去考證書 需要去上課受訊 這是肯定的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除了技術以外 像是環安位跟品質方面的規範 這才是我們最需要投入資源 還有向這些開發商去請教的 簡單來說 像是台灣其實在台電工程來說 我們也是非常注重環安位跟品質的 那可是呢 畢竟我們這個風電 它是跟國外廠商合作 國外廠商它在世界上面 會有一些不同的標準 那入場券一定就是ISO 我們公司有ISO 9001 跟45001的認證 我們應該是全台灣前幾名 有認證的施工公司 那除了這些以外 其實這些開發商 因為他們在風電產業 都已經經營非常久了 所以他們在每一個 每每格格上面 都會有他們特殊的規範 那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台灣的環安位規範來講 一個安全帶 可能幾百幾千塊就可以解決 可是圖書上可能就知道 我在風電這裡 我一套裝備上去 兩三萬跑不掉 那個落差非常大 可是這其實也是可以想像 因為在海面上施作呢 我們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是最容易發生危險的 那在這過程當中 一定是勢必要加強 我們這些裝置的安全度 對才可以保障我們人員的安全 這樣子 所以剛剛莫拉長提到的就是 你們其實在整個技術提升的過程中 其實要配合我們的這個風電商 他們的一個要求 那我想要請到陳總 就是說那以先進華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供應商的角色 只是一個設備供應商的角色 那是不是也會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對我們其實也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因為就是這個離岸風電的廠家的客戶 它其實要求蠻嚴格的 剛剛幕僚長也講到 就是環安衛的部分 環安衛的部分 他們其實他們認為環安衛的重要性 比品質的重要性還高 所以他們這一塊其實我們也蠻 一開始也是需要蠻大的時間去適應的 譬如說我舉一個比方來講 他們可能會 因為我們也會有一些化學的物質有些東西 但是他要求我們戴的口罩跟防護的用具 能夠要針對化學物質的SDS裡面的 化學的這個物質是有有效的保護 我們要證明給大家看 所以並不是隨便戴一個口罩就可以了 這個口罩的形式 樣式 是不是能夠滿足就是化學物質的揮發 或者是一些接觸等等 他們都很在意 也就是說其實在我們公司工作是很安全的 因為在客戶的要求下 我們自己的學習努力下 其實是蠻安全的 剛剛也有講到其實現在 受惠到整個國產化的關係 整個產業其實會有很多 離岸崩潛人才的需求 所以我也很期許期待了 未來整個台灣可能下一個 趙元產業的八升 就是離岸崩潛產業 目前是國產化 慢慢的培養這個能力 能力的能力以後 他們就可以出口 因為我們相對於韓國 日本跟越南 我們是走比較前面 所以我們學到這些東西以後 以後可以把技術輸出 把產品輸出 所以其實在各位FB或者是聽眾朋友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產業 不妨大家也可以試試來到這個產業 我們公司其實你只要在FB打 先進華師付財就可以搜尋到我們的公司 你就可以來我們公司上班 我們其實我們很需要 各位人才來join到我們公司 所以今天陳總是來招募人力的 不過但是其實陳總講的沒錯 因為先進華師的廠房 我有去看過 其實他們其實廠房規劃的非常的完備 但是現在缺的就是人 需要人才來投入這個產業 我們也是啦 真的嗎? 公電工也是嗎? 我先講的 那所以以後來參加節目的這些廠商 我們都要跟他收這個廣告費 這個非常重要 但我要貼大字報在旁邊 是是是 OK 好那我想我們上半段的節目 是不是先進行到這邊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稍作一下我們再接續 我們下半場的一個問題 那下半場其實我們會把重點放在 我們在經營這個 整個供應商在經營上的一些困難點 跟未來面對的挑戰 好那我們就先稍微先稍作休息一下 好謝謝 高雄廣播電台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邱子謙 跟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我和朋友出去的時候 開心之下 喝杯小酒 這時候我都會先跟朋友說 好誰今天只喝果汁和汽水 待會就負責送誰回家 如果大家都喝滿喝醉了 那就叫指定駕駛 千萬不要喝酒 又勉強開車 因為酒醉上到 危險就到 歡迎繼續收聽 請守護大家平安的高雄廣播電台 FM94.3 AN1089 全體就節能作戰位置 動作 戴上口罩 拿起抹布 讓我們一起還給家電一個清白 只要謹記三口訣 夏天超省錢 一看二清三放心 定期查看家電使用狀況 與清潔保養 在家享受高品質 快跟烏騎骂黑的家電說掰掰 省電達人就是你 更多省電秘訣 上網搜尋 節約能源園區網站 以上為經濟部能源局廣告 1 2 3 4 欸 你很有錢喔 就平常找回來的零錢都放在這邊啊 現在電子票證這麼方便 把零錢拿去超商或捷運站儲值就好啦 對齁 不然這些零錢都只能宅在家 如果大家都把零錢拿出來用的話 國家就可以減少助幣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不然北極熊都GG了 把硬幣儲值到電子票證當零錢包使用好棒棒 以上廣告由中央銀行提供 地震發生時 在室內請保持鎮定 並且迅速關閉電源瓦斯自來水開關 打開出入的門 抓取軟鏈保護頭部 盡速躲在堅固家具 梁柱、桌子或建築物中央牆壁下 請勿靠近窗戶 要注意上方是否有掉落物 不要隨意搭乘電梯 在公共場所遇到地震 應該小心選擇出入口 避免人群推擠 學生在教室遇到地震 可以躲到書桌下 用書包保護頭部 在戶外 請注意上方掉落物品 行駛中車輛 應減速靠邊停放 在郊外 要遠離崖邊 河邊 海邊 並找空曠的地方避難 遇到地震不慌忙 高雄943 關心您 Covid-19疫情爆發超過500天 國外疫情持續蔓延 全球累積超過1億4千萬確診案例 為阻止疫情擴散全球目標一致 接種疫苗 保護自己以及家人 你我都是防疫的一份子 蘇貞昌院長 陳時中部長 各行各業都開始施打疫苗 讓我們一起努力 共同為防疫把關 主動防疫接種疫苗 就是現在 有政府請安心 資訊由疾管署提供 前瞻的 未來的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產業心知的 南方科技城 好 歡迎回到南方科技城節目 那接下來下半段的節目呢 這邊要先幫各位做一下複習 就是因為上禮拜我們有提到那個 發電的這樣一個電量 好 那其實也有觀眾朋友問我說 那因為上次江教授 他講了很多什麼幾MW 幾GW 其實各位可能覺得這種東西 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我們家電會一拍二十個 那到底這個東西幾MW 跟我家的電力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這邊跟各位分享一個數據 就是因為我們目前在那個苗栗外海 我們有一個128MW的一個 MW的一個風力發電的一個風場 那這個MW到底是什麼概念 如果以一般的家庭用電 一天大概用15度 15度的電 那兩個月的話電費大概2000多塊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大概都是用這樣子電費的家庭 那128MW的電呢 剛好可以供應12萬戶 12萬戶的家庭用電 也就是說目前我們台灣 已經有這樣子的規模了 那整個台灣後續呢 我們在發展的一個 一個未來的一個方向上 我們預計要達到5.5GW GW它又是一個新的單位 那各位可以想像 GW就是MW的1000倍 所以5.5GW的話 未來我們可以供應的電力 就是幾百萬戶 就是500多萬戶的 這樣子的一個用電 所以也就是說台灣未來 如果封廠 整個被建立起來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有 有這麼大的一個發電量 可以供應我們使用 好那下半段的節目呢 我想我們要還是進 還是繼續回到 我們剛剛上半段的主題 就是說我們供應鏈 在這麼大的一個 我們國家未來 有這麼大發電需求的 一個產業上 那我們供應鏈的廠商 需要扮演的角色 以及會即將面臨到的困難 那首先我們是不是先請教我們的陳總 就是說目前我們國內 因為現在剛投入嘛 你剛才剛好提到 這個國外他們對於 這個標準的要求跟國內不一樣 那除了標準以外 在建造上啊 在設計上 以及在這樣子 一個對風電的一個觀念上 需求的觀念上 國內跟國外 有沒有什麼樣不同的一個差異 OK好 那因為我現在是在先進華資富財 他是一個就是 先進富財跟德國FASMA的一個合資公司 那我們以往先進富財 其實加工遊艇底下的子公司 我們主要是做遊艇的 做的板件其實都很大 我們大概是離岸風電的廠商 少數幾間廠商 跨入離岸風電 東西越做越小的 我們是這樣子的廠商 但是因為我們缺乏 可能就是離岸風電的製造的經驗 我們想要降低整個風險 所以我們跟FASMA去做合資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缺的就是FASMA 他們有離岸風電這一塊 而且就是有量產的這一些經驗 而且台灣廠商可能就比較缺乏 就是針對環安位的這一些意識 所以我們就是尋求了這樣子合作 我們其實就是以公司的角度來講的話 以台灣政府的角度 或是以風機系統廠商的角度 這樣子做是可以降低整個的風險 可以降低整個的風險 其實台灣廠商跟我們先進華是一樣 其實大家都有能力做 缺的只是一個機會 那得到這個機會以後 我們要設法把風險降到最低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找既有的技術 既有的廠商去做合作 把這樣子去做量產 在地化 國產化 我相信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式 對 那這 因為現在目前你們做的是這個 鼻椎罩的部分 對 那這部分的話 因為會有原物料的問題 對 那我們現在目前國內有沒有辦法 提供就是對應的原物料 對 講到原物料這個部分 一開始要切進離岸風電 其實離岸風電的廠商 剛剛幕僚長講到 他可能有公司有ISO9001 有的公司有ISO45000 那我們公司其實也都有 但是客戶他其實這個認證只是參考 他只相信自己的認證 也就是說這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拿到報價單之前 你要先做完那個就是audit 要先被他集合 集合你有資格以後 你才有資格看到報價單 那看到報價單以後 你才做報價的動作 那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知道 它的合格的材料有哪一些 所以我們是藉由跟 藉由的合格供應鏈的廠商去做合作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拿到合格的材料 可是大家知道我剛才講的 我們是跟德國合作 所以它的合格的材料 都是來自於歐洲國家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極力的想要 把歐洲的材料換成台灣的材料 那其實國家的 台灣政府的國產化政策 其實會帶動周邊產業的發展 我們做機艙造比嘴罩 會帶動我們原物料的發展 所以我們其實跟台灣的一些廠商去合作 希望把國際上的原物料 歐洲的原物料換成台灣的原物料 只要按著它的要求 Spec去做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替換 那因為其實這段期間 國際的貨運的情勢 其實也比較緊張一點 比如說我們也沒有想到 我們的貨會被 就是蘇伊士硬核的影響 延了三個禮拜等等的 所以把國產化 把材料國產化 是我們下一個階段要做的 所以一定我們也可以做 但是在離安風電的這一個產業 它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失效模式分析 所有在製造過程中 可能針對原物料 針對製程 針對人員的技能 針對所有的東西 設備的東西 都要所謂的失效模式分析 你就要一開始要思考說 我在做的什麼過程中 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那它可能發生的機率多高 產生的衝擊有多大 我們要一開始要評比 光我們做這個造紙 就有1000多項 1600多項的分析的結果 我們要針對分析的結果 去做排序 然後比較難的 比較有問題的 我們要有一些Plan B 所以在這個產業裡面 其實就是永遠都要有Plan B 所以材料也要有Plan B 你要有第二個搜審 來避免說物料不要影響到生產 那在製造的過程中 其實客戶常常來你這邊 來看你有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所有的物料 你不能夠沒有經過它的同意 沒有經過測試 你就做汰換 是不行的 所以他們的要求相對的是比較嚴謹一點 所以在離岸風電這一塊 因為他要確保他的交貨 他的在海上的安裝 或是安裝後的運轉沒有問題 他也做私效模式分析 所以私效模式分析下 他就必須要投注 他的人力跟成本 一直來看我們 到底有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做離岸風電產業裡面 我們廠商面臨客戶的壓力 其實也會比較大 因為他無時無刻的來看我們 來評論我們 但是這樣子的過程中 長久看來是對產品是好的 對公司的風險是大幅下降的 但是很多台灣的廠商 可能以往並沒有經歷過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感覺就是壓力很大 成本很高 或是一開始不太習慣不太適應 但是我相信 這是很多台灣廠商 從本土化的供應鏈 變成國際化的供應鏈的一個必進之路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公司也會產生也會成長 那我們公司的員工 其實他的能力也會有很好的提升 所以只要就是你想要學東西 都可以來我們先進華社 來學到更多的東西 接近國際的供應鏈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發揮跟學習的平台 對所有的年輕人而言 都是 我們陳總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人 所以今天請他來是對了 那今天其實我今天特地把陳總安排坐我旁邊的原因是因為 坐在他旁邊我看起來會比較帥一點 比較年輕一點 是是是是 回到剛剛的問題 其實我剛剛會這樣子問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們在其他產業有面臨到一個類似的問題 我們很多時候用國外的材料跟用他們的製作方法 那你去問他為什麼他其實也說不上來 只是因為他們當時的製作經驗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後續在國產化的時候 我們就受限於我們的製造方式跟材料的一個來源 那雖然說陳總他現在非常樂觀看待這件事情 但是未來我們有沒有機會去扭轉這樣子的一個劣勢 就是說未來我連材料都要用台灣自己的 對 現在其實我們現在先進華市副財的目標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在很多主要的原物料 已經送出了我們的替換的一個申請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才開始做第一套而已 我們就已經希望把材料換成台灣的材料 那剛剛主持人盧老師所講的 其實我們都有拿到客戶所要求的spec 只要在它的spec要求下 我們做出試驗來驗證出我們台灣本土的材料 也是跟國際材料一樣優秀的時候 他們都會認可我們做一些替換 所以我認為這個市場 台灣的市場 我們帶動的不只是可能機艙照比醉照的製造 我們又帶動的我們上游產業 原物料產業 比如說纖維 比如說樹脂 比如說膠殼等等的原物料 絕對是可以做替換的 是絕對可以的 OK 了解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教我們的幕僚長 因為幕僚長的聲音非常好聽 所以你等一下要多說 多說一點話 我想聽眾朋友會很喜歡聽你的聲音 我想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像剛剛陳總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國外會對於他們所習慣的一些工法或材料去做一些規範 那何龍電工這邊因為我們提供的是人力跟超跟私作 那在私作上會不會也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其實對於我們電力施工產業來講 我們也是有相同的問題 那我們在供應鏈這一塊可以把它簡單分成兩大塊 一部分是材料 另外一部分是人力 那材料這一塊呢 先講一下在台灣 所有的電力工程都是由台電來去同籌發包的 那台電在書店的工程金額一年大概是2000億左右 那它一年分包出來的接續匣數量大概是2000顆 那何龍電工大概是打下廣告 我們大概做了900到1000顆 所以市占率大概是50%左右 可是呢其實在這個產業最剛開始的時候也是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我們以前也都是習慣用日系的產品 日本或韓國進口進來的 那一直到最剛開始的時候 何龍電工也是協助台灣的廠商 還有跟台電一起合作進行國產化 那現在已經有台灣的廠商可以供應接續匣材料了 那包含電燃也是 我們台灣的廠商也都有能力可以去製作 那不過呢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半的材料是來自於外國廠商的 那再講到海蘭這個部分 海蘭這個部分呢台灣目前有能力 以及已經開始製造海蘭的廠商就那麼一兩家 那這其實對台灣的工業人來講是非常可惜的 像是我們在做接續這部分 接續材料 海蘭這一塊我們只有國外的品牌可以選擇 因為66kV它就不是我們平常會使用的 不是台灣會使用的一個規格 所以國內沒有這樣子的產品 對66kV是沒有的 是沒有人可以提供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非常的可惜 那也是需要政府的揭露跟推動 那再講到我們人力的部分 工程界其實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人力斷層的問題 就是老的老小的小 那河龍電工呢為了要注入新鞋 其實我們從好幾年前開始就進行產學合作 包含跟高科大也有合作 金屬中心這一些的 那我們也訓練了很多學生 他們畢業之後也有到河龍來認職 可是呢技術它是非常需要培養的 我舉一個例子 河龍電工是一個非常喜歡用白紙的公司 其實我們不太會接受其他公司 轉進來我們河龍的 對 因為技術這個東西 它有很多的方方面面需要去考量 它工序都長得一樣 可是它其中有很多小技巧 跟一些習慣 你別的公司跟我們可能就不一樣 對 就會存在一些差異 但是在台灣呢有規範說 我在錄案師做 我一定要有一張以及地下電纜的 技術式的證照 那這張證照呢我培養一個人 拿到這張證照 我至少要花一百萬 包含材料的投入 然後它訓練時間 我請老師等等的 這些周邊都是 加起來的那個資源是需要非常龐大 那就算他考到了這張證照 他會做嗎? 他懂那個原理 可是技術這個東西 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學做菜 你是需要時間去培養的 那當然有些人很有天分 他可能很快就上手 可是電纜它畢竟不是一個 我們百姓常常會碰到的東西 你在家沒有材料可練習 那這會是我們比較頭痛的地方 那再加上說 像是我們現在踏入離安風店這一塊 那剛才圖書長也有提到的GW訓練 這一張證照就要六萬塊 所以光是報名費而已喔 我還不計算其他的成本透露 但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只要你有心力 你願意我們都很願意從頭栽培起 只要你有心想跟我們一起成長 那在施工 其實在電力工程來說 整個封廠的建造來說 它佔的比例是非常的小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能夠理解說 它不會是政府的第一優先順位 它一定都是先從材料 先從風機 先從這一些百分比比較大的材料開始看起 那我們荷隆電工 剛才陳總也有說到 外商要跟你合作之前 他一定會先進行廠宴 那很多外商來我們公司廠宴 真的不是我們在臭屁的 他們都會說 其實你們真的有跟歐洲商媲美的相同標準 你們施工技術跟等級是很高潮的 那對於我們來講 就會是說 常常我們自己要去增加曝光度的時候 說你好我是荷隆電工 然後介紹一堆之後 外商就會說 你怎麼現在才出現 對 其實 風電這個產業它所有的合作 都是需要很多時間來去談的 那像是陳總 你現在拿到的合約應該也都是兩三年談好的 所以對開發商來說就會覺得 你怎麼現在才出現 那我約都已經簽完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可惜的 那當然 除了我們自己要去提高我們的曝光度之外 也希望說政府單位可以介入 提高我們本土施工廠商的參與度 對 那因為就是剛才陳總提到 其實我們資格也夠能力也夠 那如果我們把這些機會都公首讓給國外廠商 真的是很可惜 對 再加上說 今天下午2點的時候政府開的那個會議 其實已經有說到2035年的時候 會有一半以上的電力來自於風力發電 所以它的發展的潛能是很大的 那也很希望說能夠得到不管是圖書廠這邊的幫忙 然後各個同業的一起合作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產業 就是讓台灣可以發光這樣子 是是是 因為河龍電工其實是我們高雄在地一個很棒的企業 因為你們 我知道你們的公司是在七三嘛 其實在七三太可惜了 應該要往四中心那裡 不過現在還有 因為現在七三有一條高速公路會到 對 其實很近 是是是 對 剛剛那個我們幕僚長有提到 全球其實對風電的需求是很大的 那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數據 就是目前全球2020年 全球目前用風電所發出來的電量是650GW 那650GW大概多大呢各位 我們的核三廠 現在還在果言纏傳的核三廠 它如果它的機組火力全開 它大概就是一個GW的一個發電量 所以其實650GW是650座核三廠的一個發電 也就是說如果 這是以2020年目前全球的一個發電量總值來看 那所以如果未來10年20年 我們持續的往這個方向去推動的話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取代很多我們現在 所存在一些不安全或者是高污染的一些能源 所以這部分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好那其實剛剛幕僚長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產業要能夠被看見 然後甚至說真的可以讓國產化這件事情趕快落實 的確是需要政府的一個幫助 那所以這邊我想是不是我們來請教一下我們的圖組長 那目前我們的國內在朝著這個風電 國產化的一個方向邁進的時候 那政府在這個時候應該要有什麼作為 來提供我們整個這個產業鏈可以盡速的 很完整的給建立起來 OK 我就就是國內朝著風電的發展的邁向的時候 政府的應該有什麼作為 我以上就是做一些簡短的一些我的一些看法 第一個就是說政府應該規劃專業分工 像現在執行長說他們是他們的電燃做得很棒 那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程總他們的風車 那今天很有趣的現象我剛發現了 就是我們程總他們的葉片 然後再用幕僚廠的電燃 然後我們能源在做訓練 就是真的剛好只有一個 一個完整的東西剛剛才發現 所以那個組織還很安排 剛好就是一條龍的一個設備 所以政府要專業分工 像那個專業的電燃 專業的葉片公司這個真的都很重要 那其實在GWO的Advance裡面的一個 證照裡面有一個叫Brain Repair 要休10天 要那個要做10天 那很貴很大的設備 那這個好像現在金工有在做這個 因為這個國內也不好做 那當然高科大以後就是 慢慢會找到這個有機會去做發展 那第二個就是政府在規劃預期的一些 開發的一個時程 他要預期就是做什麼時候 然後哪個年或多少年做什麼規劃 那將更有利工業的在地化的一個時間 有一個行程表 那第三個就是國際化結盟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是從五開始 從五開始 像剛剛有時候跟德國的跟日本的學習 所以國際化這個結盟很重要 達到那個我們一些快速的這些學習的目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學術 學術這邊 學術研究單位又有什麼一些扮演的一些角色 來協助一些產業的發展 那我個人是想就是說一些淺見就是說 建立離岸風力發電的規劃建制 然後運為的一個專業的一個課程 就是說在各大專業 不是各大專業說不好意思 就是說像現在高科大裡面有 離岸風力發電的所有學者 那中安大學也有 那台大這邊也有他們自己的那個 就是一些風力發電學者 就是專業的一些學人又專業老師 專業的設備這個很重要 那第二個就是說建立的一個人耐 那我們的離岸風力發電的 人才的一個培育的交流平台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說廠商跟學術跟學校 做一些交流 這樣子的他的那個就是說 交流一些機會這樣子技術 開發會更快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業界跟學術做一些產學 做一些項目的機會 你要人力的培養 像剛剛我們那個幕僚長有說 就一張白紙 剛好是學校剛要畢業的時候 就是進入你們這些階段 這是我一些簡單 那當然就是 就是像我們訓練機構這一邊的話 在我們南部這一塊 就是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全國有三間 一個是台中風人 一個是我們的金工在茄町那邊 一個是我們高科大 那其實各有利基 各有利基 那我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手錄群 就是說不只 你在離岸風力化電的產業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產業工作 安全 安全是一定是最主要的考量 安全 不安全 請求協助 請求改善 請求資源 不安全的工作 就真的不要去做 那在我們訓練機構也是一樣 我們把那個安全就是作為上策 那個Safety is best policy 這我常在強調 因為我在訓練當中高空作業跟海上求生 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都會利用將近一倍的人力 就是像我們救生員 高空作業的訓練師 都會多一些人力在那邊 也讓訓練的一些學生或是一些機構 讓他們感覺到我們是真的是在 很專業的一些訓練 讓他們覺得是安全的一個設備機構 是 謝謝 謝謝我們圖組長 那我想這邊最後 我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想要 因為來在座的兩位廠商 其實都已經是目前具備規模 已經投入這個產業的廠商 那對於未來想要投入這個產業的公司 或者是企業 那我不知道兩位陳總跟陳幕僚長 你們有沒有對於未來想要投入一個公司 給他們什麼樣子的建議 我想首先就是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廠商如果決定要投入 就一定要有決心 那因為你在做生意 跟外商做生意的過程中 你會遇到很多的挑戰跟困難 那你只要一開始設定好目標 你就往目標前進 不管多大的困難 第二個在所有的整個過程中 你要注意的就是Risk 就是風險 你永遠要考慮到風險這件事情 而且永遠要有所謂的Plan B 因為這對你的這個廠商 這一間公司也好 或是客戶也會要求你 任何事情都要有Plan B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要有決心 而且要有考慮到Risk 要考慮到風險這樣 那我應該就有兩個小想法 第一個就是不要小看自己 其實台灣的廠商們呢 大家的技術能力在世界上面 同一個產業都是有相當有能見度的 那只是說我們平常比較不會去Plan B 或者是我們沒有站出去國外 跟別的國外廠商一起比較過 所以不用小看自己覺得自己好像不夠好 能力不足 其實我們都是很棒的 那第二個小建議就是不要嫌麻煩 剛才提到了很多ISO的準備 然後圖書房這邊很多訓練的準備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有其道理的 因為在風電產業來講 我們只要一坐上船一離開陸地 海面上面非常容易受到氣候、天氣影響、海面影響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有很多像剛剛陳總這邊提到的 外商給我們的一些建議 我之前廠宴的時候 老師就有給我們過一句話 就是客戶啦 他就說你們要把廠宴當作是一場Party 你拿到的這一些意見 就是你要好好享受它 把它當拆禮物一樣把它打開 好好的看看然後接受它 所以不要嫌麻煩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讓我們能夠更進步的 這個物料展的公司實在是真的是非常的正面 這個精神值得我們好好地學習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非常感謝三位貴賓的參與 也讓我們更加了解整個風電產業的供應鏈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透過我們節目的一個宣導 未來有更多的公司或者是人力可以投入這個產業 讓這個風電國產化的夢想可以早日實現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 謝謝我們的三位來賓 那也謝謝聽眾朋友的收聽 那最後我們下個禮拜二同一時間歡迎 繼續聽眾朋友繼續收聽我們前瞻的 科技的以及未來的南方科技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南方科技城節目由高雄廣播電台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產學營運處合作直播 感謝您的收聽